我拿 我的野生狐葫芦娃呢 我的野生玩葫芦娃呢 我的野生蓝葫芦娃也没了 我的野生紫葫芦娃去哪儿了 我们的东西呢 我的葫芦娃还是没有找到 我们也是 大宝 你有见过我们的东西吗 什么 我们的野生葫芦娃 见过啊 就是我拿的 小雪姐姐 给 这是你的 给猫王 给你 小贝姐姐 你的蓝葫芦娃 小白 你的野生葫芦娃 大宝 你太过分了 怎么了 我都还给他交了 我的葫芦娃伤 怎么全是图芦 我的野生葫芦娃怎么坏了 我的葫芦娃去哪里了 可能隐身了吧 这可是还我 不会隐身 我不小心弄丢了 我现在不是还给你们了吗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吧 不行 就算是最好的朋友 也不能随便拿走我的东西 我同意 你们也太小气了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也不想跟你玩了 小贝姐姐 别生气 我有一个好办法 可以让大宝改掉这个坏习惯 什么好办法 快说快说 我们只要这样 大宝 你的好运情理借我看看 小贝姐姐 你做什么 大宝 急速跑鞋不错啊 我试试 不要啊 我还要用 大宝 我想打篮枪 你的篮枪给我玩吧 熊妹 你不会也是来找我拿东西的吧 我不敢 大宝哥哥 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啊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我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都被他们拿走了 我们这样 大宝不会生气吧 不过这个急速跑鞋 这真的很好玩 小贝姐姐 你能不能把我的鞋还给我 我再玩一会 一会还给你 给你的篮球 大龙石斑 咱们离开了 我的鞋 大宝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你应该不会在意吧 不 我错了 我不应该随便拿大家的东西 我意识到错误了 大宝 别伤心了 我准备了复原魔法 看我的 复原魔法 太好了 谢谢你小贝姐姐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小朋友们 你们会不会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呢 这是不好的情味哦 小贝姐姐 小贝姐姐 今天的词